大家好,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在西兴隆街呢,遇到了两位热情好客的老北京姐姐 和他们聊天的过程,那叫一个舒服 咱说话的不是全是北京人吗? 就是北京人 您看这蘸大熊吃的,吃不了了 这是什么酱啊? 这又是自己做的,辣酱 自己做的? 对 哦 自己做的 里边有花 一直住这儿吗?大姐 对 您是一家子吧? 对后不是 我们都是邻居 您是谁一家子啊? 我们都是邻居,都不是一家子 咱都不是一家子 这房子是谁的? 我的 您住这儿一家 他住这儿 住了多年了您? 我住了快六十年了 我父母一直在这儿 哦,父母就一直在这儿住 哦 他有点生,有点长 您呢? 我是嫁过来的三十多年了,三十七年了 从哪儿嫁过来的? 我从宣伍 宣伍什么地方啊? 宣伍上邪街 我三秒的 哦 你聊天街嘛 后来我们从上邪街又搬到朝阳了 我三秒 嗯 跟上邪街挨着 是啊 以前我小时候在上邪街10号出生的 哦 实在那儿都没有了 10号是吧 哦 那有真实 你说这一聊就北京人吗? 对对 这一说话就咱北京人 你们都尝尝尝尝我们 咱北京人好客 好客 您是退休了吗? 对了 您多大就退休啊? 50了 您现在有50了 哎呦 快60了 不像 真不像 大家也显年轻 对啊 人家说我60了 其实我才40多 你那你不叫60的 他们好意思说我60了 弄弄弄我现在都觉得 都不愿意出门了 你干50 你干40多 人家问我多大我就搞30 哈哈哈 就是跟你说实话 像 人家问就是30 老30 你觉得我得这样 你呀 50 哈哈哈 我都65了 我都65了 65 65 嗯 退休了 以前干什么了 要啥 就是旁边那啥 嗯 工厂要啥 哪年退的呀 2014 哦 14年退 哦 那厂子现在 早搬走了 搬大惊醒 搬大惊醒了 搬大惊醒了是吧 哦 现在这不是一万多 您那个退休公司高吗 我没在一线 在一线的退休公司 您是后勤 我是后勤 那现在有多少钱 四千多 四千多 少点 少点 啊 一线的我们 应该是五千多合适 我们那男的都六七千 七八千 是吧 哦 最后一线二线 对对 四千多他都比我哪多 您呢 我才四千 整整 您以前在哪 呃 我以前是东城区粮食局的 啊 嗯 东城区粮食局 我说我是北京市粮食局的 哎呦 他吃饭我们啊 对啊 第一个就找他 为什么我的第一 哈哈哈 啊真是的 你说这这这这怎么聊天啊 对啊 我退休才拿八百 差一块钱八百 你退休早 我是零三年退的 是不是那个 四十五 四十五退的吧 早退的那些 嗯 嗯 哦 现在长长长长长到四千 也行 反正啊吃饭够 够吃饭 对是吧 就是别想别的 是吧 不能骗大姐 不能想 哈哈哈 五千一月份 大姐你有孩子了吧 有 有孩子得大了 三十七 结婚了 结婚了有孩子了 有孩子了 不跟你一块住了 嗯 现在上学在这上 现在等于跟这差不多 哦 就是周六周日就走了 哦 人家休息回家了 对 平时就麻烦您了 早上 是吧 对 送晚上接 你看 看完大的看小的 对啊 这就是这一辈人 挺麻烦的 可是不管又不行 不管又不行 是 必须要管 必须的 是吧 对 一个孩子啊 就一个呀 还不让他们再生二胎啊 他们说养不起啊 养不起您帮着养养呢 我这点钱还不够了 还想帮他养 哈哈哈 养不了啊 我的点钱都往里大 给他们也大 平时吃饭呀什么都不都是我 很劲的 嗯 这个北京人就这样 嗯 这个隔背啊更亲 是 是吧 嗯 没错 嗯 你那个平时都做 干点什么呀 什么都不干 哈哈 没这么大岁干什么呀 就是 人家归着归着 归着归着 看看孩子 嗯 买买菜 买买菜 老伴呢 没有 哈哈哈 什么叫没有啊 没有 您那个好家 您那一说我就 就我自己 就你自己 嗯 就我自己 哦 一人也挺好 啊 一人更好 想着那么多事儿 没错 你知道吗 一人想着怎么着就怎么着 有个伴儿还得管着您 当然了 哈哈哈哈 这个分条的路 哦 为了开这条路 他们那边走的特别合适 那批人是吧 嗯 特别好 今后条件越来越不好 不好 嗯 没错 所以合适才能走 不合适就无所谓 在哪儿待着 在哪儿待着 是吧 对 很好 是 您对这两位姐姐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感觉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交流 今天的视频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啦 下一次再见吧